大概率每个公园都有这样的流浪猫 尤其是这样的梨花猫 不管在公园还是在小区 几乎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自从上次我们家能的傻猫跑丢之后 每次晚上出门的时候 都习惯性的带点猫粮 或者是送饭送菜 现在晚上天气这么冷 小区里面的流浪猫还能翻一翻垃圾桶 但是像这种户外公园里的流浪猫 想找狗吃的那真的是太难了 这是吃剩的鸡骨头 直接被放到了公园的板凳下面 没想到没多大一会儿 就来了一只梨花猫 看着个头还是挺肥的 而且一点都不怕人 估计有很多的好心人都在这里投喂它吧 以前没养猫的时候 像这些剩饭剩菜剩骨头啊 都是直接堆在垃圾桶里面 但是从养了猫之后就不一样了 就是把平时的剩饭剩菜剩骨头 直接放在垃圾桶的旁边 这样也省得那些流浪猫去翻垃圾桶啊 其实像这种梨花猫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是红猫的话 野外的生存能力要比梨花猫差多了 特别是在我们北方一些城市 到了冬天又特别的冷 好多的宠物猫都熬过这个冬天 梨花猫则不一样 野外生存能力特别强 就拿这一只来说吧 胖嘟嘟的特别的可爱 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养的也是一只梨花猫 平时在家里主要是以猫量为主 现在都快七个多月了 已经长到了六斤半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变得特别的挑食 反而像这种流浪猫 给什么它们都吃 这一会儿这家伙估计就吃饱了 跟着我们走了一顿 一蹦一跳的还特别的可爱 本来想上去摸一摸它 但是这家伙好像还是有点害怕 不知道以后混熟了 能不能把它带回家呢 我们走到哪里 它就跟到哪里 也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 想抓又抓不到 如果能带回家的话 正好和我们家那只猫做个伴 看样子这应该是一只小猫 真不知道它是被遗弃的 还是从家里面跑出来的 感觉应该是很粘人的 以后有机会还会来看它 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个赞 谢谢录的所有的朋友们 下期我们再见